利比亚国营电视台传统上是卡扎菲政权的喉舌 在周一晚上卡扎菲亲自出现在屏幕上 短暂而且奇特 他否认传言说 他在抗议声中逃离利比亚到维纳瑞拉寻求庇护 卡扎菲没有谈论他的部队杀死了几百名利比亚平民的报道 最新的影像显示 似乎是政府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 有报道说利比亚战斗机轰炸平民地区 而卡扎菲的儿子对此予以否认 他说攻击的目标只是军火库 但有两名战机驾驶员逃离利比亚 拒绝接受攻击无辜平民的命令 这一类的命令让世界领袖愤怒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 不能接受这种血腥行为 而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说 他对所发生的事件感到愤怒 联合国安理会将就这一危机 举行特别闭门会议 他们会有很多关系 Dominic Cain, BBC News